准三级防疫风声鹤唳的旅游资讯 让原本要到花东旅游的游客也纷纷的退订了 直接冲击到业者 现议员张怀文在定期大会上 对防疫政策以及观光冲击有所担心 16号上午特别来到了旅潭风景区 了解当地业者目前在防疫设备上的需求 以及后续的协助 来到花莲的知名风景区旅游潭 它面上只有两艘脚踏船 询问店驾驶表示 昨日的防疫升级之后 旅行社也纷纷取消今日的行程 200多人5个团体的订单直接取消 营业额直接下滑不到一层 不过对于防疫 还是希望能够配合政府 减少旅游旺季的冲击 所以这是变成每天的SOP就对 对 不然太危险了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安全的度过 也很担心然后因为有破口的地方 那我希望第一个要自主保护好 多洗手 然后用你看准备的很好酒精 我都买整箱的 县议员张怀文也相当关心在地业者 在防疫设施上的需求 16号上午特地来到旅游潭 关心在地业者 看到业者准备了相关消毒用具之后 也呼吁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 能够协助业者提供更多的防疫设施 以及资讯 今天我们实地来我们花莲县观光圣地 位于我们收封箱的驴毕潭 实际是因为我们张议员在第五次定期大会 所提出的这个防疫的问题 那么我们实地也在现场 我们发现我们观光业对于这次的疫情 对于我们观光业的冲击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所有平均假日以来 所有的业绩甚至在一成以下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花莲县政府 也能够提出更好的配套措施 来协助我们在地的观光产业 来到花莲旅游潭的游客 也都是在昨日 在了解各地疫情之后 决定改变行程来到花莲旅游 会不会觉得来花莲玩会比较安全 就是本来去游染 赶快改来花莲 就直接来花莲就对了 看到游艇业者能够落实防疫措施 也希望在这波疫情当中 能够有效的控制 以减少在地业者在观光上的冲击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